小象要回家 圆圆有个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是谁呢 是幼儿园里的玩具小象 有一天 圆圆和小象正在捉迷藏 玩得正高兴呢 就听老师说 小朋友们放鞋了 快把玩具放好吧 小象一听 连忙对圆圆说 圆圆 我要回家了 圆圆急了 连忙说 不嘛不嘛 我还没玩够呢 你到我家去吧 说着 一把抓住小象尾巴 把它塞进了胸前的大口袋里 藏了起来 圆圆把小象带回了家 别提有多高兴了 一进门就喊了起来 大家快来呀 我们有个小客人了 接着 房间里的玩具 全都又蹦又跳地跑过来了 它们和圆圆一起 围着小象唱歌跳舞 可真热闹呀 可是小象呢 一直低着头 不笑也不说话 它们一直玩到晚上 都累极了 玩具动物都回去睡觉了 圆圆呢 也抱着小象 钻进了被窝 半夜里 圆圆被一阵哭声吵醒了 睁眼一看 原来是小象在哭呢 它一边哭 一边喊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圆圆连忙哄小象 别哭了 现在呀 我就是你的妈妈 说着 它拿来一条毛巾 咬在嘴里 长长的毛巾 拖在地上 就像大象妈妈的长鼻子 圆圆一仰头 甩了甩毛巾 说 看 我们都有一条长长的鼻子了 谁知 小象一咧嘴 哭了 你是假妈妈 不是真妈妈 我要回家 小象哭着就往外跑 圆圆可着急了 连忙追上去 小象跑到鱼缸边 伸长鼻子 吸了好多好多的水 然后 就朝着圆圆 喷了过去 圆圆 连忙往床底下躲 这么一闹啊 把玩具们 都闹醒了 他们问圆圆 圆圆圆圆 出了什么事啊 圆圆喘着气说 小象老是要回家 可它是玩具呀 玩具 怎么会有家呢 我有我有 我的家住在幼儿园的玩具柜里 妈妈和小伙伴们找不到我 肯定急死了 圆圆一听啊 连忙爬到窗台上 拿了望远镜一看 哎呀 可不是吗 幼儿园里乱哄哄的 玩具们跑来跑去 都在找小象呢 大象妈妈哭得眼睛都肿了 圆圆心里难受极了 她抱起小象 轻轻对她说 对不起小象 我马上就送你回去 圆圆抱着小象 到了幼儿园 小伙伴们看见小象回来了 都乐得乱蹦乱跳的 大象妈妈扑上去 一把抱住小象 激动地说 我的孩子呀 你可回来了 看着大家快乐的笑容 圆圆心里呀 可真高兴